大家好 哎唷 今天呢 登 這家店的女兒是KITAMA 他雖然是說 他比較不可思議的球 他其實就是 刷得住的水 我真的覺得我每次在玩自律果汁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應該穿這個又四元的衣服該對 我今年三歲是不是 玩這個才沒有違和感嘛 是不是 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來玩這個 可以刷住的水以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因為前幾年 好像有一段時間突然很夯 那時候我看到大家都是去買碳酸鈉嘛 就是買化學的材料自己來做嘛 那那個做出來的味道好像就會偏酸還是什麼 因為那個碳酸的味道 然後這一次呢 我看到因為他是自律果汁出的 他還寫出他是葡萄跟蘇打口味 欸 那至少他應該是好吃的吧 所以呢 今天我就特地又準備了一杯 雖然我們現在鏡頭看不到 但他就是 珍珠奶茶 因為我想要把珍珠奶茶 放到裡面 我想要把珍珠奶茶抓起來 喝喝看啊 不知道會變什麼味道 現在珍珠奶茶跟什麼東西都可以結合了嗎 我相信你抓起來也是好吃的 那我們來準備一下吧 他的內容物呢 就是我們公平看到的葡萄 材料粉 然後這是蘇打的材料粉 以及呢 不思議的材料 不思議果汁 而且 不思議Juice 那麼的 喔 他是澀香葡萄口味 所以基本上就是葡萄 他的底啦 雞底 然後他有鋪了兩支小湯匙 現在要先把這個剪開 詳細略得多什麼意思 先把水 注到他的邊緣線這邊 太多了 現在準備好他的水 倒進去吧 他說我每個都要大概攪70下左右 就是反正要完全均勻的意思 混ぜ混ぜ 其實做得很好看的到耶 我滿桌的粉 怎麼會這樣子呢 而且其實KR是故意做成熊的臉啊 是不是有點可愛 其實不是 是我誤會的 原來那是放湯匙的 啊哈哈 我以為他耳朵 倒好你要的那個容量 然後再把它放進來 原來是這樣子啊 還以為是耳朵呢 好 我們這邊攪了均勻之後 應該就沒有發出那個 粉末刷刷刷的聲音 我們來攪下一個 一個是蘇打口味 這個水做起來的感覺 其實就會蠻像珍珠的 它一滑下去的時候 就有點像史萊姆啦 冰桃開始看到 讓我在攪一個藍藍的水 不知道我在幹嘛 這個材料感比較薄一點耶 剛剛那個水真的蠻水的 但這個蘇打的 就會比較稠狀一點 比較接近水一點的史萊姆 它裡面才會有一些好像不算融化的科技感喔 這時候我要醜 不是我故意一直把它撒出來 是因為它底部呢 做了一個幸運草的一個圖樣 然後幸運草的時候呢 我的湯匙就會彈開 然後就噴出來 然後我聽到它沒有融化 完全溶解的粉末 因為如果沒有完全溶解 它等一下放進去 好像就會醜醜 好像看起來差不多囉 那我們來攪下一個葡萄 我知道為什麼會飛成這樣了 因為我的頭上不忍氣口 難怪我想說我桌上什麼都是粉末啊 給你 用來倒這麼小心 平常治癒果汁蘇打糖果的味道就是這個味道 一如往常呢 但我印象中這個味道只要變成軟糖 都超甜 甜到我頭很痛的那種 你和剛剛的情趣之間 我現在不會噴出來 避開那個幸運草 嗯 還蠻好吃的 早說明書說的 放一點這個不思議果汁 在裡面 因為他要把它包起來吧 然後我就直接拿這個 不客氣的放下去囉 喔喔喔 好像倒了兩朵 史萊姆的感覺 然後再把它放進來 我覺得它現在油水分離 它有沒有被包起來 我把它包起來 唉唷它下去它下去了 它的原理就是利用這一層 我忘記它的學名叫什麼 碳汁是什麼東西 包住 另外一個這個什麼東西 就如果你有玩過治癒果汁另外一款 壽司店的話 就是壽司店那個 鮭魚卵 我記得它是調好什麼東西 然後用滴管滴進抹個水裡面 它就變一粒一粒的鮭魚卵了 我只會想它的製作方法應該這個是 相同的化學原理 嗯 來紫色的 好像你要一次倒得很圓 它才會很漂亮 哇 你這樣好像沒有很圓 不過是漂亮的史萊姆啦 我覺得藍色真的是很漂亮耶 然後再來 做一個混合的 OK 喔 這個圓 我覺得這個圓很漂亮 而且中間的那個混合有沒有 很像那種星球的 啊 我覺得它下去的時候 就瞬間變形了 有什麼下去不要讓它變形 然後可以很漂亮這個圓的方法呢 我們多試練幾次搞不好 我就變厲害了 好像也不能到處哪裡耶 因為到那些太大力好像就分散了 怎樣是可以很漂亮一個圓啊 我現在就是報紙的實驗精神 我現在如果有滴管 就可以試試看能不能做 用鮭魚丸的方式 應該就可以做得出很漂亮的 欸有耶 鏡頭看得到嗎 變圓了 它其實很圓耶現在 剛剛下去的時候本來 還有一點卡卡卡卡卡的 可是泡著泡著 我剛剛攪著攪著 它就變圓了 這個 藍包粉末 真的好像也不能這樣倒 它這樣立馬會混得 在裡面好醜喔 它就是要慢慢的放進水裡 然後讓它水這樣 熬住的感覺嗎 如果做一個單單小小 這樣好像珍珠喔 好可愛喔 我們鏡頭看看 嗨珍珠太可愛了 這一顆真的是太漂亮了 它看得 好圓好短喔 這個粉紙是真的 很漂亮你 它是鮭魚卵 滾走了 它好沒破 它就是鮭魚卵 好晶瑩剔透喔 關鍵的味道是 喔 那個膜 就有點像果凍 寒天的那種 比較薄一點了 然後因為裡面就是 蘇打的味道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它應該是 如果泡不夠久 夠成型吧 所以一開始才會覺得 它的那個行動沒有很漂亮 我們來吃葡萄看看 真的是漂亮耶 好像玻璃珠喔 這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 太讚了 等它凝固了時候呢 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不應該買珍珠奶茶 我應該買檸檬珍珠還是什麼的 這些東西都是酸的 好像蠻合理的 檸檬奶茶好像不太對 忘記奶茶跟酸好像不是很合的這件事 而且我就是鮮蛋 吃一顆看看好不好 太久沒吃Seven的珍珠 它們珍珠是透明的珍珠耶 這包不包得起來也是個問題耶 我覺得 好像不行 那單獨包珍珠可以嗎 喔好酸喔 奶茶不行 但珍珠不知道怎麼可以 單獨包一顆珍珠好 那安全起電呢 我們倒一點葡萄去包住它 這樣包起來嗎 交給你喔 好像分離了 欸好像又有珍珠 又好像分離了 我們先把其他做好的撈起來好了 這是沾著珍珠 然後分離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再來一次 準備好一顆珍珠 先倒上去 倒上去 倒上去 啊啊 剛剛不應該做這麼多 其他的顏色的 好像不太夠 欸好像包得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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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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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結論是奶茶不能隨便放進去啊 看來只能再做個一兩顆就沒了 我現在就是進行一個把珍珠用葡萄還有蘇打包起來的一個過程 第一顆失敗在這 它分離了 可是第二顆 你怎麼看你怎麼看 它真的包進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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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期待一下藍色的那顆好了 再做一顆 最後一顆 這個是不是做得很棒 很棒 快誇獎我快誇獎我 真的是好奇又好玩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珍珠 第一根分離它完全分離的啦 毫無疑問就是這顆珍珠 酥蜜檸檬珍珠裡面的珍珠 重點是我們前面的凝固有沒有 喔 不然我們這裡有一角臭臭的喔 但是我把珍珠裝不起來了 那個平常也可以把珍珠抓起來啦 只是說把飲料跟珍珠一起抓起來的感覺就特別不一樣 嗯 葡萄珍珠 這支影片有人留言說不要玩食物呢 好我們剛剛藍色這顆珍珠跑出來 珍珠啊你怎麼會這樣子 我捏爆它了 對不起 那這顆應該就很完整 喔這顆很漂亮 捏起來 讓大家看看 喔這邊有一顆珍珠欸 沒有 而且我現在抓是抓不到珍珠 因為珍珠是包在裡面的 喔好好玩喔 這顆是漂亮的混色耶 藍色的透光率有比較好嗎 唉唷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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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輕輕剔透的感覺 噗鈴噗鈴 我想我們的珍珠應該差不多了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很硬的感覺 我要把它抓起來囉 因為剛剛第二顆比較晚加 所以它好像有一點跑出來了 破了 哈哈哈哈 再頂固一次 還有救 還有救 沒事沒事沒事 抓不抓起來呢 會不會有捏破了 可以啦可以捏可以捏 只是有個腳 另外一顆跑出來了 因為另外一顆是我後來放的 它比較薄喔 好吃好吃 奶茶跟酸不是很合啊 還好我奶茶後來沒有包成功 以上就是今天可以抓的水 它又可以抓的珍珠囉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什麼好玩有趣的東西 歡迎可以分享給Ryu啊 那我們下次的影片見步步 新米露的感覺喔